小羊点心铺 开饭咯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三十四篇四节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勇敢的表现是什么呢? 天不怕地不怕才叫做勇敢吗? 从圣经上来看 许多圣经人物都会害怕 但是当他们倚靠上帝 他们就有勇气面对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心中就有平安 所以上帝没有说不可以害怕 因为害怕的感觉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给我们方法 就是来向他祷告 他就会救我们脱离这些负面的情绪 把平安赐给我们 这句经文的作者说 他向上帝祷告 上帝就帮助他脱离一切的恐惧 意思就是说 神会把平安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重新有勇气面对 不会因为害怕而表现失常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读这段经文吧 诗篇三十四篇四节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知道我会害怕 也感谢你告诉我 你会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让我知道你掌权的时候 我就有平安 也有勇气面对一切的困难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